消防隊員救災的時候 水裡來活旅去了 給人陽剛的印象 但是台中這個消防隊 卻出了一個畫家謝嘉義 他消防資歷有30年 因為工作經常面對生離死別 心裡難免會留下一些創傷 十多年前他開始拿起了畫筆來紓壓 沒有想到這一畫就停不下來 而且他還跟書法家的太太連手 完成許多書畫作品 那就成為他療癒自己的管道 還可以藉由書畫作品來解好緣 出群救災的時候 都是非常的緊迫的 所以當下你的危機意識 跟你的臨場的反應 要非常的快速 這是奔赴救護現場的謝嘉義 這是畫畫盡心紓壓的平師兄 小往那裡就是跟民眾性是接災 我們都是要有同理心 用行動的力量去做 人稱平師兄 因為家裡有一位安師姐 一人作畫 一位提字 平師兄和安師姐是最佳拍檔 我本來就覺得還蠻空的 只有以用畫來顯示的話 我覺得還是不知道少了什麼 就是沒辦法去讓它展現出來 書法教室太幻的毛筆 都成為謝嘉義的寶貝 作畫十多年 他從來不缺畫筆 回收再利用的洗服觀念 深植內心 因為這種筆本來就是消耗頻 其實大概一段時間也都必須要換 像我淘汰之後就是剛好平師兄他畫畫 再透過善念帶入每一幅畫中 所以我自己本身幾乎沒有在買毛筆還有墨水 就用他們學生手淘汰下來的 用環保再次利用去創造這個美麗的 我想要的那個圖畫出來 夫妻兩人聯手創作的書畫 就像是許多消防隊員心中的平安符 尤其直勤救災經常面對生離死別 心理的創傷需要撫慰 因為這個法相比較莊嚴 那有時候一些比較不好的一些煞運 可能會因為這樣就解除 上花族有一種吉祥嘛 那是上花族周邊的同事 那個大愛的精神就會浮現出來 擔任消防隊員30年 謝嘉義不只在災難現場解救眾生 也持續透過畫作發揮淨化人心的影響力 大愛新聞林欣宏台中報導